一進門彎如變成廢墟 實際上這裡可是乾淨整潔的出租套房 但現在垃圾雜物堆滿地板 家具還被嚴重破壞 房東簡直氣炸了 儀位這個本來在裡面 那有些他拔下來 就是你沒有辦法想像 怎麼會有人他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套房出租月租金一萬兩千元 但房東指控3月1號簽約後 房客都會延遲繳房租 直到7月28號搬走 竟還欠租一個半月 沒想到前來整理收回的套房 狀況更離譜 包租公出租給房客 卻疑似遭到惡意破壞 就連房東珍藏多年的古董床 都被房客一度搬了出去 可以看到上方的木頭斷了一截 天花板的吊扇遭拒斷 房道鐵窗被拆除 就連床頭的床板也少了一塊 而掛在牆上的畫作也不翼而非 他也是很實際的告訴我說 那幅畫我把你賣掉了 我真的是傻眼 這種事情我只有在大陸有碰過 首要的就是先把他這個房子復原 那怎麼樣的復原 我會到場 那就是聽取他的指導 然後包含用看似用什麼樣的方式 去把它復原 求證這名遭控租客 強調會乖乖賠償恢復原狀 不過租屋宛如遇上拆除大隊 房間每個角落幾乎都遭殃 現在房東只盼 二房客能盡速解決問題 不要等到對部公堂 記者林俊峰林俊新北報導